今天呢,又上来榴莲营了 他的榴莲的树下了很多的花 然后呢,今天老板有在就跟他讲 我要拿一些榴莲花回去炒 所以今天的目的呢,是来 收拾,是来拿一些榴莲花回去炒 然后你看看,他的树上已经开花了 这些都是他的榴莲花 这个,已经它的抛出来了 这些花大概是,开到像了大概是一个月半 你看看,很漂亮的,这些都是榴莲花 老板娘,他收的,这些是比较新鲜的 刚刚掉下,他会比较放射 然后这些呢,会去炒了 这些都是604的叶子 其实每一棵榴莲树呢 他每一个品种的叶子是不同的 OK,所以我暂时拿一个叶子 跟你去对照一下 这个是604的,OK,我拆一个 OK,看啊,604的叶子 好,你看,这个是青皮15的这个叶子 然后刚才我拿了这个,这个604的叶子 你看看,他有不同的 604的就比较圆,大一点 然后青皮15的呢,你看,比较瘦残一点 每一个叶子呢,是不同的 每一个品种的叶子是不同的 在那个榴莲树中的人 就会比我更清楚 因为他们是每天看在榴莲树 所以我不是,我只是来吃的 准备了些豬莎 螢山介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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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